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要管束 别人走得近的话 他那个眼睛直接是杀死你 他的眼睛比那个刀还杀人 他就是生活中就是马达哈 看不到我的优点 他只看到我的缺点 这场挣脱和禁锢的博弈 让整个家庭变成一团乱麻 生意生意做不好 家庭家庭关系搞不好 不是为了小孩 只是想跳楼了 真的那种 两人甚至一气之下 把婚离了 我觉得特累了 我选择离婚的 今天夫妻二人在场上激烈的对峙 罗律师却频频发出令人不解的笑声 做出惹人注目的动作 到底是妻子幼稚任性 还是丈夫控制欲太强 一起走进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罗女士和周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老公 他比较自私 疑心病特重 大难治主义 经济 人际交往 通通都得听他的 对 任何事情 只要他说的 你就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我希望他改掉 给你一定的宽容度和自由度吗 对 周先生 你认为你存在他所说的那个 所谓的大难治主义 就什么都要管着他吗 在我的那个心目中 一直他就是不成熟 就是个娃娃 什么的事情呢 你都要操心 所以才会出现他所说的 就是他都要听你的 不是 我年龄比他大嘛 可能是在阅力方面 各方面 这个比他要深一点 但是呢 他一般他是不听我的 我希望他能够改变 过去的一些成就的观点 把家庭搞好 年龄大 阅历多 周先生认为 这是自己剩余妻子的优点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会像个大人 对小孩一样 处处为妻子分忧 但妻子罗女士 却难以接受 你干什么 你都听他的 他看你什么不顺眼 就要去找你麻烦 反正他特喜欢抓你 罗女士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都好像活在监控范围中 他稍有动作 丈夫就会立马警觉 在丈夫的视线里 罗女士不能和他人走得太近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也不行 我妈不是身病严重的 我回去看我妈妈 回去有两天吧 她就打电话 说还不回来 你的家都不要了 她是对你回去很不满是吗 我回我娘家 不管我走任何一个地方 她都是不满的 不开心的 她就说 你妈妈 有你的哥哥 有你的弟弟 你是嫁出来的姑娘 有你什么事啊 你为什么不愿意她回娘家 她经常回去 一回去就是十天 二十天 打电话跟她 她都要我回去接她 你是觉得她不应该 待这么长时间 我的意思是 若母如果是病不重 待一过星期就应该回来 回来一吵架 她把娃娃甩了 一吹都不大 后来我的妈妈又严重了 那一次我去接她上来看病 她同意吗 同意 哪里同意 别人都看不下去了 打电话叫我回去 你妈妈很严重了 带她去看一下 她给了我三百块钱的路费 回去接我的妈妈 然后我 走的时候爸爸没有给我多少钱 然后我就 在店里面去寄钱 说妈妈生病了 你寄个四千块钱 她很不耐烦的那种给我说 就这样子就给她吵起来了 最后给她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好不好 当时来她说 她说要多少的 要四千块钱 我说现在只有三千块钱 她都和我吵 还拿着薄刀和我干 我背上的时候 又砍了两薄刀 有这个事没有 拿了两千块钱 我车转就走了 我的妈妈一个人在医院 我还拿着薄刀去砍她 太搞笑了 说话真的是 你拿薄刀打得疼我没有 最后到医院 去检查 她就赶紧叫我打电话 叫我弟弟 叫我哥哥赶紧回来 我弟弟就赶紧 从学校赶回来 照顾我的妈妈 从照顾我的妈妈 然后我就没有去医院了 好像去 看到我妈妈一次 说医院怎么脏的呀 怎么怎么的 你不要去呀 怎么怎么的 到我妈妈出院 我都没有去接我妈妈 又过了几天吧 就接到电话 妈妈已经过世了 到了那个第二天 不是就火葬了吗 我就叫她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 还在电话上骂我 骂些脏话 我真的很伤心 我觉得我找着什么老公啊 我真的很难过 那个时候 我觉得还不说她的弟弟 我妈妈就是过世的时候 什么都是她弟弟去抄的心 做一个老公啊 你想一下你的老婆 她的最亲的人 她的妈妈都走了 是不是 你应该去安慰她 买什么啊 那我就按照办 你还要在里面去吼 大声地吼 还这样子吗 买东西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当时她喊我 买什么东西 我确实不懂 我就打电话跟我妈 我叫她妈说 她说他们那边的风修 她不懂 要我打电话问她 我就问她 她就不来一番了 不耐烦了之后 我就在电话上 我确实吼了她 是不懂还是不耐烦 确实不懂 按照你妻子的意思 不懂也许是一回事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 你不太愿意 没有 尽管周先生否认 自己不乐意 给岳母办理后事 但从她之前 对妻子照顾母亲的 种种不满 我们看得出来 她确实不想 妻子和娘家走得太近 或许周先生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她理解不了 妻子的那份情感 那么罗女士和婆家这边 走得近些 可以吗 你和她家人交往 她会不满意吗 她也不满意啊 她家什么人物交往都不高兴 说我多管闲事 罗女士的回答 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但她说 她曾经因为给周先生 姐夫探病一事 而被周先生破口大骂 她那个姐夫就生病了 生病了 那天我就煮好饭 那个侄儿就上去 吃了就下来 她就换了衣服 我说今天穿得这么帅 要去哪里 我跟她侄儿开玩笑 她说故意就生病了 我说那你三叔 不跟你一起去 她说没有说了 她说她好 好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周姓啊 我说你跟周杨一起去 看一下吧 她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然后最后我想一下 我说那我跟周杨一起去 我的想法是 她去照顾她的孤姨 然后我去打下手 对吧 关号啊什么这些 她就用两句给我出来 你不接小孩了 怎么怎么的 就来了 那工人啊全都在 这样子说我吗 然后我车转就去上楼洗碗 回家接小孩 就这样子 当时我跟她讲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有点晚了 我说你今天都不去了 改天如果是她年终了 就我们一道去 我说今天就喊我那个子儿去 我说你先去看情况是什么情况 结果她说她不要去 我说你去 等一下要接娃娃 她就和我吵 那天下午可能有点忙 她回家有点晚 我带着两个小孩吧 已经睡了 睡了应该是11点了吧 她就说我呢 骂我 你不要去看什么看啊 你没见过男人啊 怎么怎么的 我就很火了 我就觉得我心里面 我的天啊 我是为你的家人 不是我的 你不去就算了 我都不骑这个事了 我已经睡了 那就不要骑了 好 就给我吵了 吵了可能一个多小时 好 我就给她讲道理 我说你要想好 你再怎么不开心 你不能拿我杀气 怎么怎么的 我说我是去看你的亲人 不是我的亲人 全是说了 但是我没讲到 说的这么难听 知道吗 那是她编的 自己编头的 人说话要讲事实 知道不 没有这些 我去编她干嘛 周先生的行为 让罗女士感到 十分的懊恼和委屈 娘家不能走得近 婆家也不能走得近 罗女士仿佛 只属于周先生一个人 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周先生的情绪所牵制 娘家和婆家 都没有一个 能够掏心窝子对话的人 于是罗女士想在朋友那儿 寻找一些情感寄托 但后果却更严重 你出轨啊 跟别的男人 怎么怎么的呢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 罗女士和他人 走近的经历 竟让罗女士和周先生的婚姻 走向了破碎 我一个朋友 跟他聊天 他就觉得你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自己不清楚 最后是怎么说的 那是朋友 我的弟结婚 亲戚肯定要来吃酒了 朋友这些 在我们贵阳那个地方 多嘛 好 大家一起去玩 玩到早上六点吧 我就回家 我一开门 很气 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的 我就进房间了 他就进去 很火的那种 就打了我一巴掌 他知道你干什么去了吗 他不在家 你也没有单独跟他讲一下 我出去玩一下 跟朋友们 还敢单独讲啊 讲了直接没机会出去玩 明白 打了我一巴掌我就说 我是喜欢他呀 我是爱他呀 就这样子说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他打了我一巴掌 无疑的 他最后又在那里 在那个酒店里面嘛 我亲戚都来了 跟我那些亲戚都说 然后我那亲戚就 开始就批得我啊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你觉得他做得错的是哪一点 当天我出去 我打电话他不接 当时他说来 他出去玩一下就回来 他说十点钟回来 过后打电话 他就一直都不接 最后是六点过钟 七点钟回来 回来了之后 当时我确实打了他 打了他当时他说 他和他已经有一年多的感情了 他说来和我离婚 离婚以前是精神挂的 口边的事 他那个点没有按照你们说好 那个点回来 你心里会想什么呢 他和他不是朋友之间的那亲密 你已经在怀疑这个事情 而且他也跟他打过钱 这个人是什么都来的那种人 他口口声声 他说我不拿钱跟他用 结果你自己讲 跟他打钱打了几次 开始他不成仗 最后最后问了他 他说 我是在我兄弟那里借的 为什么你说 在我这里寄了九百块钱 在最后我们不是那次吵架很严重啊 他就说我跟他有关系啊 然后他就还给我了 其他人都已经知道了 大家都是为了娃娃啊 说实话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还来到这里吗 现在 我们已经离婚了对吧 什么时候离婚 去年六余多 你提出来的 是啊 因为他怀疑我 跟这个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他逼了我离婚 当时那段生一直吹 我说我等家里面的事办好了 再离 他不同意 前天逼 前天逼 最后我就同意了 后来就把那个手术办了 你知不知道 他觉得被你约束也好 或者说管束也好 太禁锢了 所以他觉得他受不了 要离婚 对 我就是因为这一点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周先生对于妻子 要离开的理由 毫不知情 他从没觉得 自己对妻子的管束 过于苛刻 反而觉得 是妻子太过幼稚和任性 只是他们离婚后 并没有分开很久 过了一段时间 又在一起了 为什么你们离婚以后 又在一起呢 因为我放不下我的孩子 这么多年的感情 肯定还是放不下嘛 看样子 罗女士在周先生心里 颇有一席之地 失而复得后 他对罗女士的态度 会有所改变吗 没有 又回到原点 跟以前一样 兄爸妈的 什么不顺眼 就拿哪里开刀 离婚 没有成为 唤醒周先生的一剂良药 这一次挨刀的 便是罗女士的父亲 不放心爸爸嘛 然后就跟弟弟商量 哥哥商量 就说在贵阳嘛 给爸爸找个事前住 你可以看到他 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照顾一下 然后爸爸来了 头的一天还好一点 见到爸爸还喊一声 第二天就不行了 下班回家 门一摔 谁是谁都不知道 过几天我就跟爸爸 房子找好了 爸爸就搬出去住 住房子嘛 肯定不安全了 他的钱不是放到我这里嘛 有一次过来找我了 生活费 爸爸过来了 他去上班了 我就在楼上阳台上 看到爸爸来咯 爸爸一开门 喊都不喊 这么早 你来干嘛 你去问爸爸 你去问他 你问他我喊没喊 然后我在楼上 看得挺清楚楚咯 爸爸来了在我们那里 不是住几天 你说话要讲事实 坐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的腰椎 有问题 我们是分开住的 他出来坐沙发 我说你睡沙发不好睡 我说我让你 我说他过来 我们爱得睡 我们急 我说你就睡那个小床 他过 他就睡沙发 睡一觉沙发了之后 他不行 结果他就和他睡 他说我自己的爸爸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家是高地床 你自己带着女儿 带着他已经是几岁 他毕竟是男人嘛 已经小的时候可以 当时刚才讲了 讲了之后 他喊爸爸 他说不在那里住了 住房子住了 你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他爸爸在家住 有些不高兴是吗 也有点 但是他早晨起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收音机开了几多大 我都跟爸爸讲 我说爸爸 你起来的时候 把那个收音机开小一点 吵到他们睡觉 那个时候旁边那些人 他会有意见的 结果他就和我生气 一生气 他就干脆在外面住房子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有一次我爸爸好像是 也是腰椎痛 他过来我就带他去医院看 照完那个CT嘛 然后我就赶紧回来了 叫爸爸在那里等几个 回来小女儿就不是醒了 然后一哭 就那个大便啊 那里一个床上都是 然后我一开门 就开始骂脏话 他知道你干嘛去了吗 他肯定知道啊 本来我爸爸晚上都在那里 他怎么不知道 你跟我讲了 对不对 你跟我讲什么 不敢给他说 说了他 他不高兴 他去哪里我都不知道 他不高兴的 从我家人 每个人来到我家里面 都是不高兴的 除非我家亲人都不来 虽然罗女士 对自己所受的委屈 据理力争 但在周先生看来 这些恰恰是 妻子幼稚任性 思虑不全的重要表现 她甚至有点后悔 当初取错了人 当时我想 我可以改变她 我心里面我说真的 我取错了 遇到这样的人 为什么你取错了 她生活上 她就是妈的 她不会理解人 她就像个娃娃 我当时想 至少你说 不如你取闹 等一下周先生 就是你跟他 经别人介绍 他认识的时候 他多大 20岁 我们结婚匆忙 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就结婚了 19岁 在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她年龄比你少得太多 当时想过来 我因为她 她嘴巴的口才 那些她是有的 当时我想到 做生意 还有其他的方面 只要可以学 可以改 你那个时候 不介意她 比你大这么多吗 那个时候 不懂事 根本都没有考虑到 秩序去 就是那个时候 就考虑到 她是个修车的 就觉得她有个手艺 了解她 开了一个店 然后就给她相处 相处就是 了解她个性不好 个性不好 那个时候 我就想走了 那就怀着我大的女儿了 谈到结婚往事 罗女士和周先生 都心生悔意 仿佛当初 就不该在一起 当时没有在意的 年龄的问题 今天竟然成为 他们夫妻感情 破裂的重大隐患 一个年轻自我 想要逃离 一个成熟老恋 喜欢把控 他们的缘分 还有再续的必要吗 钟振老师 首先有话 要对周先生说 蓝芳我觉得你 性格特点 是严谨 细心 有责任感 做事都是有白有眼的 可能我个人觉得 你的欠缺就是 缺乏情趣 欠缺能情味 整个身心状态 不大松弛 那么这种生活状态 我感觉 作为一个丈夫来讲 其实大部分 80%都是好的 你欠缺的 这些松弛 人情味 如果说 跟你一个年龄段 稍微接近一点的 他可能会更理解一点 他没到这个年龄段 他可能不是会很理解你 那么在夫妻生活中 一家人 如果说连岳母 过世 住院 这种大事 你考虑都很仔细 而不是把情意 放第一位的话 就让旁观者感觉到 你太欠缺能情味了 很难去给你 这个道理点赞 相反的 会给你这个 能情味点个差评 这一点 要请你考虑一下 你往后面看 不要盯着眼前道理看 你往后面看 才会珍惜你的眼前的 听完你们的事情 我的感觉就是 你们俩 除了年龄上的差异 三观也是不合的 有很多的人 夫妻之间想法不一致 但是呢 不会把自己的想法 凌驾于别人之上 如果说 一方要把自己的 强加在另一方身上 对对对 就缺乏了一个尊重 这就很难在一起相处 其实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没有哪两个人 是一模一样的 认知 想法 观点 两个人 是一部分 是一部分 也许 说 我 那面 说一说我心里舒服一点 别人理解我一点 尊重我一点 但是他也知道 外面的人肯定不如自己的丈夫 不如孩子的父亲更靠谱 他并没有想别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要草木皆兵 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提醒 但是我也想提醒女方 你之所以跟她比较轻松 除了那个人的性格 跟你丈夫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跟她没有利益上的链接 大家会比较轻松 但是假如说哪一天 跟她利益上有了链接以后 跟你所谈到的又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情呢 你们要彼此考虑清楚 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大家觉得 无法去沟通到这一点 那么我就觉得你们 可能还是要冷静理智地考虑 女方你呢 我感觉到有一颗 少女心 你很天真 你也有你的这种浪漫 但是始终是南方没有接你的 这个浪漫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你总是会很受伤 我看到你在场上的一些 肢体语言 你总是以身子是这样子做的 然后把那个头啊摇得 就跟波浪苦一样 然后你的表情是特别丰富的 我就感觉到这么多的一些内容 或者这么多的一些性格 那么全都堆切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身边的男人 你只看到了他的年龄 看到了他可能有一门赚钱的手艺 你们之间是没有真正的 这种恋爱基础 然后非常茫然的 就进入了一段怎么样啊 婚姻 我觉得你们当初在选择婚姻的时候 就非常糊涂 那么南方我也想说 你有一颗固执的玻璃心 你其实心底里面 你不舍 你也很爱它 但是呢 你把爱妻子的一颗心啊 变成了担心恐惧 变成了一种很浓很浓的触味 它跟任何人在一起 没来由的 哪怕跟父亲 或者跟其他的亲戚朋友 你总是会去限定他 跟别人在一起聊天的内容 时间 场所 作为男人 你内心的话呢 对他是在乎的 对他是爱的 但是这种在乎和爱 你用什么东西去表达了 很私有的那种赞有去表达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说二位 你们的婚姻 还能够就是说去契合 或者走下去的话 那么女方 你一定要读懂男人 她对你的爱 她如果能够调整 她的方式方法 把这两耳光 改成嘘寒问暖的一个拥抱 也许你回来的可能性会很大 那么男方 你也是这样 你有你的这种固执 你应该变得更为怎么样 灵活一点 你去嫁接这一颗少女心 嫁接她的一些些许浪漫的满足 如果你这完全能够满足得了她 她就不需要把自己的眼光和心思 去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那你就能够怎么样 给她一个爱的通道 不要去猜忌 要多一些信任 多一些尊重 多一些理解和体谅 如果在婚姻里面 这个东西能够去铺垫的 特别妥贴的话 是可以去进入第二次恋爱的 好像你们两个人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年龄差 生活当中年龄差 是会有一些问题 但我个人认为 不管年龄相差十几岁 你们的身份是不会变的 你们结合了就是夫妻 不能说我年纪大 她年纪小 我就什么都要管着她 也不能说我年纪小 你年纪大 你什么都要让着我 你们首先自己在年龄方面 凸显出来的问题和矛盾 就会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南方 您一开始知道她年轻 你认为你可以慢慢地 让她成熟 带着她成长 但是你不能以父亲自居 口口声声 她就是个娃娃 她不是娃娃 你也不是爸爸 你是丈夫 她是妻子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尊重她 尽管她年龄小 想问题不周到 很多地方她不懂事 她不怎么的 你关心到了 她慢慢地就会被你给吸引 被依赖 她会依赖 但是你不是这样做 你往往觉得她不懂事 你自作主张 很多地方不尊容她 甚至可以打骂她 不对 她不是你的娃娃 她是孩子 她妈 你们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要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 同样 女方 你的个性 既不成熟又有个性 很多地方还很任性 如果能得到一个男人的父爱和父爱 你一定很高兴 对吧 一定很满足 但是有的时候 你对父爱 那是要付出尊重的 尊重她 你没有 你没有感恩 觉得 我身边有个这样的男人 真好 你如果这样夸她 还是找一个像爸爸一样的老公 真好 你哄一哄她 她会对你更好 我觉得你们两个 能够调整一下 改变一下 你们的情意会更容 我看好你们两个 今后还能在一起生活得很好 周先生 您刚才说了 妻子不懂事 不成熟 所以你希望能够多引导她 帮助她 甚至塑造她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你以好心之意 却在做着控制和强行 捆绑她意志的一些言行 而从不想着自己去主动地去调整 去改变 去配合她 在一些当下 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何夫妻俩共同 度过难关 你不是在帮忙 你在添乱 在你的内心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些许的自卑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差13岁 当妻子还是处在活泼 好动热闹的状态的时候 你已经步入中年 你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力不从心 生活的一些忙乱 让你难以招架 所以你会有焦虑不安 而且你把它放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在想 您对于您的妻子 是不是在最初娶她的时候 或许更多的是喜爱 未必是真爱 可是我想说 在婚姻里 在你们现在相处的情感里 如果爱 请深爱 郝女士 您的丈夫 她是这样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那么 你在和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些 你及时地告知 并且注意处理好这一切的话 不就不让她提心吊胆 不让她胡思乱想了吗 所以我想最后 跟二位说一句 想改变伴侣 改造对方 但我真心觉得 改变自己 调整自己 才是唯一 走出婚姻困境的解决途径 浪漫 尊重 理解 人情味 这些平凡的字眼 第一次这么深刻地回荡 在周先生和罗女士耳边 看似与他们平日的生活 风马牛不相及 但通过老师们的一番解读 周先生和罗女士 在脑海中 重新刷新了他们的意义 接下来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用一个游戏 助力周先生和罗女士 走出情感困境 我觉得你们两个 可能是方式的问题 但是你们两个人都有优点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 周先生你站到他旁边 不要淋得太近 就这样 好嘞 给他一杯水 你用右手往前伸 对水不能倒出来 好吗 罗女士 你面前有一张纸 你用这张纸 用最大的力气 想办法让他的水溅出来 但是你的身体 你不能挨到他的身体 只能通过这张纸 而且不能直接去挨水 你要告诉我你在干吗 倒出来这水 善善善 那个水就被你的风 变成了浪 这个意思吗 你们换一下 周先生你用纸 好 你把水伸直 你用纸 怎么把水让他给晃出来 可能通过这张纸 还有办法吗 我可以写住杯子的 我这样就可以了吧 又是一个办法 还有办法吗 太厉害了 首先你们家还是得你做主 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如果通过这个观察的话 罗女士 我建议你家里面有很多事情 学会去信任 尊重 你身边一个 比你更多办法的人 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能接受不了 至少第一步 你能不能感觉到 他其实是一个考虑问题 比较周全 比较有办法的人 当家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 假设他用一个 比较有礼貌 或者比较温和的方式 给你提要求 愿不愿不愿意 心里面有个概念 就是 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 这个我承认啊 我可能要多听一些 相反 你是一个挺没办法的人 我们先沿一个方向 究竟是这个家里面 大家都不服谁 还是我可以服你 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方式 我们挑战一下 先往这边帮你走一下 好不好 先进密室啊 胡老师的解读耐人寻味 他设计这个游戏 有什么深层次的意义呢 密室过后 我们再见分晓 接下来 密室环节展开 有着13岁年龄差的夫妻 情感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观察员武运和刘峰 分别带着罗女士和周先生 进入了密室 罗女士坦言 丈夫爱啰嗦的习惯 让她很反感 我是有点幼稚 长大了 我承认 但是我喜欢听的是 你讲一次 可以了 不要再唠叨了 几乎一件事情 她会反复唠叨一般几次 你觉得能接受的是几次 我觉得一次 如果两次的话 你放心自己做 你别拿出你的一副 你不可任何的 调整的这个状态 因为你们家庭 就是落实到这些 都是琐碎的小事情 其实在别的家都不成问题 但在你们这就成了个大世界 所以我们从小时开始跟你们约定 她以后啰嗦 只说两遍 不允许说到第三遍 可不可以 好 那你在这两遍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去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 今天我们老师在跟你交流的时候 包括我现在在跟你交流的时候 你总是急于跳出来打断 一般这就是小孩子会这么做 因为小孩子不分场合 他会把他心里马上想到的 一定要及时地说出来 不说他就难受 要学会变得更沉稳 学会更虚心 武运老师告诉罗女士 向丈夫提出要求的同时 自己也应该变得更加沉稳和成熟 接下来罗女士又表示 丈夫过于约束她 本来可以增进夫妻情感的旅游 都变成了自讨没趣 即便武运老师提出多种 丈夫会改变的假设 罗女士还是不太相信 那么周先生能够 向武运老师所说的做出改变吗 她在密室的另一边 和刘峰老师做着交流 实际上她人善良 就是在有个时候 她事情做不好 讲她了之后 太后你对她干 明明是她错了 她是一个不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你是一个能拿主意 能处理问题的人 你其实是像个父亲 在教她怎么做事 她不接受 从你的教育过程中 她感受到了压力 她就很不爽 既然她身上有这么多优点 你也还是希望能够跟她在一起 那你就得做出一些牺牲 把姿态放低一点 首先一个耐心 跟她分析清楚 先从她的角度去考虑 然后从大局的角度去考虑 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 刘峰老师表示 因为年龄差在这里 作为遇到事情 能够拿主意的周先生 对妻子还是要多一点包容和耐心 此时 武运老师带着罗女士的想法 过来和周先生 做了进一步的交流 她会觉得你像唐僧一样 那样碎碎念 她很接受不了 那咱们就说两次 好不好 温和一些 平静一些 就像手里抓的沙子 你越抓得紧 沙子流得越快 你越是不信任她 越控制她 她就越跟你对着干 让家里面多温暖 有情趣一些 比如说你看她因为年轻 喜欢出去玩 或者看看电影 就是我觉得要学会 有一些这样的小浪漫 不要老是去限制她 要学会相信她 你说以后你做什么事 你就先跟我打个招呼 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大家能够处得很好 再去复婚 爱就像流沙 握得越紧 留得越快 留出一点空间 会让彼此都舒适 武运老师的一番话 得到了周先生的认可 她重新回来 和罗女士交谈 罗女士 能够相信丈夫吗 关键是 她给我承诺的太多 她已经意识到了 然后她会去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就是怕 不信 你要怎么你相信吗 你告诉我们 我的要求就是 如果她自己改不掉 那她就自己搬出去住 你是要签协议吗 罗女士表示 老师们所讲的 她都听进去了 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愿意做出调整 双方心平气和地 沟通交流 可以 互相尊重 可以 你也要学会调整 但是思来想去 嘴上说的没有纸上写的实在 她还是想要个更有力的保证 她希望丈夫承诺的所有 能够写进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当中 除了和武云老师商议情感方面的条款 在经济上 罗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周先生能够答应罗女士的要求吗 协议最终将以怎样的内容呈现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金牌条件 念一下协议 看一下行不行 协议第一条 双方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 不再有言语辱骂平等交流 第二 男方承诺 每月交付2000元 给女方用于生活开支 三 如果三个月后 双方不愿做出调整 遵循双方意愿分开 两个孩子跟随女方生活 男方负责大女儿生活费用 名下两套房产 女方可选择一套居住 房产债务由男方承担 四 双方承诺 努力修复情感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给罗女士提一个建议 你们手里的电压力也挺大的 所以你说一个男人 他要在这种情况下 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家人是要起作用的 要多理解他 刚才我们做游戏 我没想到他用那两招 其实我设想的是 你们可以用这个纸啊 去捅一捅他们这个 让他笑 或者让他怎样 把水就可以溢出来 那这个意思就是 家里面的人相处 很多时候 要学会以柔克刚 换一个角度 用比较柔和 比较有趣的方式 来让对方 接受自己的意见 所以这个恰恰是 你们今后生活里面 值得一试的一个 新的方向 碰到什么问题 多体谅对方 然后用更柔和的方式 去解决 老婆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 确实辛苦了 也受了许多委屈 我们也存在许多的误会 通过今天这个老师们 看到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 他们给我们指出了 我今后要认真地去改变 改变我的一些 不正当的一些行为 今以后 我希望我们都要调整 一个好的心态 好好地把家庭搞好 老婆 请你相信我 只要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家庭就幸福了 好 我也相信你 希望我们双方都改变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也尽量去改变 管好这个家 谢谢你老婆 未来的这个家 我们都付出了许多 相信我们今后 会过得更幸福的 没事了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其实年龄并不是 阻挡爱情的借口 真正要做的是 在漫漫人生中 我愿意为靠近你的成熟 而努力一点 你也愿为成全我的浪漫 而迁就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